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到的四个字 叫做高游图 高游图不是大风 高游图不是烈火 高游图也不是地震 高游图图是柔性 微小的 满满的在我们里面 不断的将神分刺到我们里头 所以第三终点说到 我们需要认识神工作 隐藏的限制 不要只等待大的感动 大的意向 大的喜事 神是确实的工作 祂最确实的工作 是在我们这个人的隐秘处所做的 看好弟兄 我们今天来这里 几条三天 我们听见了这些信息 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一天 像今天中午吃完饭 又找一个空档的时间 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不要与人交通 单独的活在神的面前 而神有交通 神就在隐秘的地方 向我们说话 在我们里面确实的工作 像你说我们越侍奉主 越住在祂里面就越知道 神是一位非常静默的神 进步到一个地步 常常不觉得祂的存在 我常常希望在某些情况 在为难的时候 在我遭遇困难的时候 在受到对付的时候 在如何如何 神要说话 好高啊 神要说话 但是神不说话 神是寂寞的 所以让你处在某一种 为难的情境里 让你掉眼泪 让你受折磨 神始终不说话 不说话 不代表祂不做工 祂不说话 祂正在做工 都需要这样的经历 第二小姐说到 她说 给我们那些最亲密的引导 都是很自然的 是我们几乎不觉得 祂在引导我们 但我们就是受了引导 神最重大的引导 就把它画下来 最重大的引导 同堂世界的神 这样的内灵 静默的活动 让我们合作的 在座的弟兄们 很多人应该六年 我们能够 很多年了 在照会生活里 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经常遭遇到 一些十字路口 难以做决定 净退为骨 与熊掌 不知道如何 一起祷告 也不知道 该如何 退到隐秘的地方 也许神没有讲任何话 但是神在隐秘中引导我们 最重大的引导 都是在那里静默的活动 因为祂就是这样的一位神